中国突放大招,美,澳撤夜难眠,5月4号大中节 高手过招,杀人无形。 政党各方在叙利亚敖战之际,中国突然出手了。 政,监,惠,心,文,发,言人高。 立宣布,将从2018年5月4号起。 铁矿石期货贸易,境外交易者,将正式启动。 一句话,以人民币结算的铁矿石期货全球化贸易正式启动。 消息已出,石破天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这条消息在铁矿石行业内产生的影响无异于一枚炸弹,这是在3月26日启动人民币结算石油期货以来,再次就中国进口大宗商品启动人民币结算的期货贸易。 给本来救济及极可威的美元霸权又一记迎头痛击。 此时的特朗普仍然在叙利亚摩拳擦掌,万万没想到,中国就在此时来了个你打你的战斧巡航飞弹,我打我的人民币炸弹。 今天,彻夜难眠的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最近一直欠收拾的澳大利亚。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铁矿石进口大国,90%的铁矿石依赖进口,而澳大利亚作为全球铁矿石出口量最多的国家。 承担了中国80%的铁矿石进口量。 澳大利亚做的涨价,联合其他国家专门针对中国,多年来肆意操纵铁矿石定价权,直到近几年,中国下大利益气线产去产能。 开始大幅减少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进口。铁矿石进入买方市场,价格一路狂跌。 由于担心中国继续弃用澳大利亚的铁矿石,2017年澳大利亚铁矿石将含量为58%提升到60%,而且还紧急降价31%。 以挽留中国这个大客户。 随着中国继续去产能和铁矿石期货国际化业务正式推出,中国醉翁之意不再久,将铁矿石的价格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 相信以后有澳大利亚的好果子吃了。最重要的是在给世界铁矿石市场明显的信号。 以后我们买铁矿石要用人民币结算了,不用美元了,也就是说今后将会有更多的铁矿石生产国启动抛弃美元。 采用人民币结算。这无异于给本来就到了末日黄昏的美元经济来了个釜底抽薪。 而中国又在朝处去美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是万里长征第二步,但这一步也大踏步地跨出去了。 在这样敏感时刻是放出这样的惊天炸弹,也是对叙利亚一种无形的战略支持。 至此,中俄双方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俄罗斯负责发狠斗勇,中国则负责釜底抽薪。 在前台打打杀杀的普京来,从外围发起致命一击的事情中国做。 上战伐谋,我们老祖总留下来这句话的含义可能喜欢打打杀杀的美国永远也体会不到精髓所在。 大家想想,你以为美国的高福利是大风刮来的呀,都是靠美元罢全减全世界羊毛减来的。 如果全世界都不用美元结算了,美国撑不到天亮就关门。 至目前,加入到中国阵营采用人民币交易的国家已经增加到九个,他们是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泰国等,中国三分之二的进口石油已经采用人民币结算。 而对美国的盟友沙特。 中国采取又拉又打的方法,也促使沙特流露出准备加入中国人民币结算的阵营的意思。 4月10日,中国突然大幅减少从沙特进口石油转而在俄罗斯进口,即是支援俄罗斯对抗强敌。 也是在提醒沙特,赶快加入人民币结算吧,要不以后就不要你加了油了。 在当前经济总体疲软的买方市场之时,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任何一个产油国家不敢忽视的。 在中美贸易大战之际,中国在3月26日果断推出石油期货,令美国恼羞成怒。 此时此刻,中国在叙利亚局势紧张之际,突然又推出铁矿石期货贸易,更是一种态度,无论你美国反对不反对。 都无法阻挡中国去美元化的步伐,无法阻挡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步伐。 中国原来业主藏主地的战斗力突然如开挂一般,变得咄咄逼人。 招招致命。 感谢美国这么多年的敬业陪练,把中国逼成一个如此优秀的对手。 今天,中国就是用这种方式正告美国,既然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当敌人,对不起,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人也没见庭,谢谢。 我们就这样思惘了。